把這個世界要放下 世界不外乎親情 才是名利 這都不少東西 像魔 把你無時借來的煩惱息氣 把它拉出來了 貪臣之滿意 你就造輪迴業 繼續搞輪迴 來時必經時還要哭 這是不能不知道的 不能不提高警覺的 尤其是六十以後 要辦來生的大事了 我們在年輕的時候 老師給我們講 歐陽修的 求生父 用刺激 來比喻一個人的一生 那從出生到二十歲 人生的春天 二十到四十 人生的夏天 四十到六十 人生的秋天 六十到八十 人生的冬天 所以 六十以後啊 直到 人生的冬天啊 春夏秋冬啊 我們先到末後 最後一季了 要辦明年的事情 啊 幾個人就無了 到秋天這個時候 萬雲 要放下了 啊 那冬天 不一定存在了 人生 真的是苦短 啊 兄弟當中 同學當中 朋友當中 四五十走的 五六十走的 很多 啊 啊 能活到八十歲的 不多啊 沒有結果啊 啊 八十以後 風諸 殘年啊 不定什麼時候走啊 說走就走了 一定要有這個緊急心啊 有一天的光陰 你也天天 彌陀 這是真性死 這是真正 降往西方 七六十七 啊 要是還搞世界 明文力啊 晚了啊 縱然你得到了 縱然你得到了 你還能過 享受幾年 啊 八十以後 分分分秒秒 都是最可貴的 啊 抓住了 來神又指望了 疏惑了 來神再散途 你神就多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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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必須要記住 決定不能告三途 告三途 對不起自己 對不起父母 對不起老師 對不起佛佛上 那就是罪人 那應該這樣 我還沒放下 我還沒放下 真心 真怨 老實念佛 時時刻刻 心裡面的阿彌陀佛 未曾丟失 這叫功夫 阿彌陀佛 這就是 往生有霸佛 常常把阿彌陀佛忘記了 還有很多妄想雜念 這個不好啊 這個往生沒霸佛 阿彌陀佛 不能不想這問題 不能不想這問題 這是我們一生當中 第一個大問題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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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